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比目咸鱼 最近我发现啊,每次我画完一幅画 总是有很多小伙伴过来求线稿 有的人想临摹练习 有的人想复印了再进行上色练习 聪明呀 的确啊,我一直觉得 想画好一幅画,线稿是最重要的 线稿画好了 简单铺一下色,也能画出很好看的效果 甚至不需要上色 今天呢,某一就来教大家 如何用几支勾线笔 画出一幅闪闪发亮的画 说起来,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圣诞节刚刚过去 不如咱们就来画一幅圣诞贺图吧 我们先来画个草稿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发的2017到2019年对比图 不光是你们 就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自己的进步 但到底是哪里进步了呢 反观两年前的我 其实造型能力进步的不是太多 除了对马克比的运用更加熟练以外 进步最大的应该就是线稿了吧 可以说是提升了一个完成度 这也再一次说明了一幅画 线稿有多么重要 其实想画好一幅线稿并不难 主要是多练 首先呢把构图打好 然后慢慢细画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问过大家 发现对线稿问题基本上就围绕着两点 一个是如何画好线条 不手抖 然后就是怎样画出粗细不一自然漂亮的线条 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点 手抖的话别问 问就是多练 那怎么练呢 很多人说画线条的时候千万不要蹭线 也不要断 要一笔画完 对没错 你说的非常对啊 但也不是绝对的 对于新手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新手手不稳 容易蹭线 要改掉蹭线的毛病 最好一笔画完不要断 但是这样的话也会因为紧张 手劲变大了 线条变得粗了硬了 画出来的线条就会很死板 没有弹性 也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 如何画出粗细不一自然漂亮的线条呢 这个时候就有人要问了啊 这该怎么办呀 这不成了死循环了 这还真不是什么死循环 仔细想一想 首先你要多练 练多了 手稳了 不紧张了 线条逐渐变得自然了 就把第一点 也就是手抖这个问题 差不多解决了 至少 首先不要太抖 至少这样你才能做到 你想往哪里画什么 你的手不会自己乱跑 不要着急 基础还没有打好 就想着进阶 你这叫抓了芝麻 丢了西瓜 啊 当然了 多练 说来简单 多画就行了 但具体怎么练呢 也不是完全没有章法 我可以大概跟你们讲讲 我的经验 首先在画一根线之前 要先想一想 手也可以在虚空中画一画 想好了 一笔画下去 不要再有任何的犹豫 哪怕画错了 也不要再纠结了 简单来说就是画之前 先想好 下笔无悔 可能一开始 这样练没有什么效果 你觉得 我的线条依然很垃圾啊 这很正常 坚持 每次画之前都这么想 慢慢的就会有所改观 也会成为你下意识的习惯 想要不手抖 我也就总结出这么一点技巧了 然后就是多观察 看别人怎么画的 你一呼噜画瓢 啊 别老是想着 哎呀 我模仿别人 那我不就成为抄袭了吗 不要担心啊 抄袭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随意的 画画准来就是一个 不断学习 不断完成的过程 免不了要学习别人 吸收知识 变成自己的东西 比如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啊 我的线条很多都是学习的 这位画师 甚至眼睛的画法 还有一些上色技巧 也有学习的成分 但是我并没有抄袭了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画画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万年新手问题 如何画出粗细不一的线条 这个问题 看似很容易回答呀 傻子都知道啊 下笔轻点就细 下笔重点 或者多画两次就中了 主要的问题是 哪里应该中 哪里应该轻 按照我的经验是 像前面说的 你先静下心来 把手抖的毛病 基本治好了 静下心来 多观察别人的话 多思考 别人为什么在这里加重 在那里断线 说到这个断线 我要说一句啊 一笔不要断 新手确实应该这样 但是所有人都要这样吗 不一定的 比如说你们看我画的线条 其实断点还是很多的 这些断点是为了表现线条的虚实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真的就是一笔线画不下来 恰恰相反 其实这条线我是完全能画出来 比如这根线其实我已经画出来了 但我故意在中间抬起笔留了一点白 接下来又画完了剩下的 其实这条线在我心中就是一笔画下来的 只是我的手稳了 我想抬起来再放下 而且依然很流畅 我能做得到的 新手先别急着去做这些高级操作 安安生生的把你的线画顺了 再说 哎我今天是不是废话超多的 你们听了半天都烦了是吧 你们想要的是真真切切的技巧 不是鸡汤 对吧 哎我明白的 但是简单明了的技巧 我其实做了不止一次了 为了你们好 这些鸡汤听听也好 同时呢 我知道有很多没有耐心听的小伙伴 已经跳过跑到结尾去看最终效果图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就先分享一些小小技巧 就留给认真听完的小伙伴吧 第一是各种线条的画法 下笔的时候呢 像这样子轻轻的蹭一下 划出来的是最细的 但是呢 有可能会断墨 毕竟你下手太轻了 有可能没有挨到纸 所以呢 稍微用一点点力 迅速的画下去 这样子就不会断线 比较适合画发丝 均匀使力呢 画出来的线条稳重 可以用来画脸型 加重头发等等 然后呢 是需要加重的部分 这个很简单 你只需要像这样子多画两下 线条就加重了 第二是什么地方加重 头发方面呢 我一般会在头发和脸 相接部分的一颗加阴影 像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画呢 因为头发 它是有厚度的 是立体的 这样子呢 可以表现出它的体积感 一般阴影怎么加呀 我会像这样子 比如说在这里加一个三角 然后把它涂黑 阴影就加出来了 还有什么地方啊 像这种 跟脸交接的部分 如果说它头上有一个帽子 咱们就把帽子 跟头发交接的地方 也加上阴影 就不认真话了啊 懂我的意思就好 再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脸跟脖子的交接处 给它加重一下 加个三角 然后或者是你画手的时候啊 手指跟手指之间 或者是手指拳起来的地方 给它加重一下 或者是啊 画嘴巴的时候 把嘴巴内侧加重一下 还有就是画衣服的时候 比如说这种吊袋 不是吊袋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这个尖袋啊 跟这个蓬蓬秀交接的地方 也给它加重 画出这个帽子的厚度 还有就是蓬蓬秀的褶皱啊 什么的 这些部位也都加重 总之就是画的时候 多多的思考一下 这样画着画着呢 线条的层次感就画出来了 但是要注意 不要一味的加粗 要有变化 不然会很死吧 具体怎么变化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细说 你们多多观察吧 来 那咱们就先从 观察我今天画的这幅画开始吧 来看一看我画的头发 在哪里加重 哪里轻轻带过 哪里厚 哪里薄 还有和帽子的交接 脸和脖子的交接 蓬蓬秀 手指 蝴蝶结 是不是都跟我说的一样呢 啊 对了 差点忘了 各位圣诞节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画完了 有没有闪闪发亮呢 我猜现在就有人要问了 鱼 你今天用的笔看起来好好用啊 我也好想用啊 是什么牌子啊 这你可算问对人了 今天我们用的是一款超好用的笔 属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品牌 它就是30UM151中性笔 这款笔一共有32个颜色 是不是超级丰富 颜色不会太鲜艳 也不会太暗淡 可以说是刚刚好 笔头粗细是0.38毫米 画出来的线条很流畅 非常适合勾线条和简单上色 是平时上课摸鱼 画手杖的绝佳选择 哇哦 这么厉害的吗 对呀 那现在是不是又有人要问 鱼 这么好用的笔 要从哪里能买到呢 这简单呀 在天猫官方 UNI旗舰店就可以买到哦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下呗 我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